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宏律师著作 《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美国生活与法律 2015年3月,洛杉矶地区中国留学生群殴绑架案 不但震惊海内外华人圈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都实属罕见 该群体霸凌案涉案者众多且都是中国留学生 除了已经抓捕归案的6名被告外 还有几名涉案留学生 文讯逃回中国而被美国政府通缉 在法庭上受害学生刘某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这些留学生 对他犯下的残暴罪行 其中包括扒光衣服 用烟头烫乳头 用打火机点燃头发 强迫他趴在地上吃沙子 剃掉他的头发逼他吃掉等 然而更加让人难以预料的是 事后案情再升温 惊爆案外案 一名在逃嫌犯的父亲竟企图贿赂证人 被洛杉矶警方抓捕 根据了解 这名涉案女留学生在得知其他都名涉案人员被捕后 本已逃回中国 回到家后与其父亲商议 认为如果就这样一走了之 未来会被解放通缉将永远不能返回美国 实在可惜 于是父亲带着他又回到美国 想私下用金钱贿赂证人为女儿开脱 然而美国警方在获悉其犯罪行径后 迅速将其逮捕 也再次上演了一出中国家长试图花钱摆平 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国际丑闻 当自己的孩子在一国受入罪行严重的刑事案件 可以想象大多数家长都会乱了阵脚 然而用中国思维来挑战美国的法律权威 不惜犯罪来钻法律漏洞 认为有钱可以买通一切 这般为人父母的言行却是给孩子做了最坏的示范 叫人难以理解 而当这样的父母教育出的孩子触法而不自知 伤人而不自残 原因何在也不言可遇 由此反观 因小事对同胞大打出手的中国留学生 犯案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 或许这些孩子的成长经历告诉他们 不管闯什么祸 只要有我爸在 分分钟就能拿钱摆平 可惜这是在美国 此路不通 毕竟美国是个法治社会 在许多家长眼中 这类校园霸凌案件在中国司空见惯 美国执法机构何必如此认真 美国传媒何必如此小题大做 在中国学校以及当地的执法机构 自以为是打群架的小事情最多被训斥一顿 但在美国 这些中国留学生却面临终身监禁的严重后果 笔者在处理此案过程中深深感觉到 不仅被殴打的流性学生是受害者 所有试案的留学生 以及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的家长 都是这宗案件的受害者 该案再次为广大家长敲响警钟 精灵学子出国读书的监护和教育问题不容小觑 对于真正希望子女出人头地的父母来说 如何让孩子学会在异国他乡懂得入乡随俗 尊重法治并不是一个小课程 而且这需要家长同子女一起学习 过去20年来 笔者在美处理过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 过去二三年间 随着美国对中国游客签证的放松 加上过去几年间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超过30万 年龄越来越小 笔者颇有感慨 认为对美国法律的无知是绝大多数 在美国求学或生活的中国人 误处法网的主要原因 因而借此书来加强普法的宣传 避免这些悲剧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入乡随俗了解美国法律 美国是世界上法治体系最健全的国家之一 无论在美国旅游、留学、生活、工作或创业 都需要与法律打交道 美国的生活与法律 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 不过由于东西方观念 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中国游客、留学生及中国新移民 有一种模糊的认识 误以为反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 都是有钱人的事情 反观美国人生活中 像婚丧嫁娶、买卖房屋等 大大小小的事情 总是通过律师进行处理 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 却总是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才去找律师 临时抱佛脚 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未雨绸缪 不要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 才想起律师 在下列这些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考虑到 法律的后果及影响 最好先事先咨询律师 一、在个人或家庭生活 面临重大转折 需要进行决策时 应向律师求助 如面对结婚、离婚、 大宗买卖等重大问题时 或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需要做出对今后人生 产生重要影响的决策时 在不了解法律的情况下 往往会走错路 律师可以提供建议 避免走错路或绕弯路 预防剩余治疗 法律问题也是如此 二、感到自己受到 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应求助律师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自己因为肤色、 种族或性别等受到歧视时 或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时 求助律师可以争取到自己的权益 我们中国人在美国 毕竟是少数族裔 因为自己的肤色及文化背景 常常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当遇到不公平待遇时 应据理力争 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 三、在别人认为 你对他不公平时 应向律师求助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自己做老板 从雇佣职员到开除职员 从于客户往来到售后服务 都可能出现潜在的问题 比如他人觉得你决策不当 处事不公 或员工认为你对他的待遇不公平 或女性员工指责你吃豆腐 而涉嫌性骚扰行为等情况发生时 你应该马上向专业律师资学 防患于未然 四、在合约签字之前 应先让律师过目 我们中国人都有通病 在签署合约前 尽量省律师费 出现问题时才找律师救火 而这时可能已经为师太晚 因为签字后的合约已经生效 此时再找律师打官司的花费会更高 而且相当麻烦 若在签字前找律师 律师可以通过合约做适当的建议 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花点小钱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可谓事半功倍 我们中国新一名医学会这种做法 五、在遇到复杂情况 自己无法做主时 应找律师出主意 在生活或工作中 经常可能遇到一些复杂的情况 令你无法拿定主意 如购买大型工厂 收购商家或成立公司 解决移民身份问题等等 大部分民众很难自己 对整宗案件的未来进展 及其变通方法有通盘的了解 求助专业律师 不仅可以评估自己决策的法律后果 而且还可以让律师替自己出些主意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经验丰富的律师 可以成为自己的军师 六、当自己认为对方没有履行合约 或者政府工作人员违规作业 不按常规操作时 不应委屈求权 因通过律师替自己聚礼力争 比如移民局人员 月权要你的电话号码 或在非工作时间 往你住家打电话 约你出去吃饭并暗示 如果你不答应他的无理要求 将拒绝你的申请等 某些害群之马为贪图私利利用中国新移民 对美国法律不熟悉 即华裔移民怕事 喜欢稀释宁人的弱点 做出一些超越自己职责 或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 这时一定要找律师保护自己 其在被警察逮捕或涉及刑案时 不应病急乱投医 应寻找专业律师的援助 自从911事件后 美国对非美国公民的中国新移民 不再像以往一样以礼相待 中国新移民涉及刑事案件 不仅可能因为案件而坐牢 而且还可能影响移民的身份 大部分律师都没有处理过刑事案件 他们未必能洞察 刑案之微妙及其对移民身份的影响 因此当自己或自己的亲友 不幸遇到这类情况时 大家应仔细比较 选择能使用自己的语言 与自己沟通的专业刑事律师 在中国 中国新移民所设计的案件中 大部分都是由于中国新移民 对美国法律不熟悉 不按自己的原居住国的习惯 处理问题而导致犯法 例如东南亚地区的移民 喜欢吃狗肉 但是在加州杀狗就会犯法 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 在购物时把孩子留在车内 由于美国儿童被绑架的情况 时有发生 加上加州天气炎热 可能导致孩子受伤 因此把孩子短暂放在车里 而无人照顾 也会触犯法律 太多的情况是由于 中国新移民不懂得美国法律 而物落法网 而很多中国朋友常常以此为理由 说哎呀我不知道 希望求得法官的宽恕 殊不知 大部分法官都会说 身在罗马就必须按照 罗马人的方式来生活 要在美国生活 就必须入乡随俗 遵守美国的法律 因而在美国不懂法律 不但不能成为你的辩护理由 法官反而会因此加重对你的处罚 以便让你牢记住这些经验教训 前车之鉴赌场借钱遭通缉 案例 儿子在洛杉矶读大学的高先生 经常来美探访小孩 有一次在入境时被移民局扣住 声称是他有通缉令在身 原来他几年前到赌城拉斯维加斯玩时 向一家赌场借了5万元 后来没有还钱给赌场 邓红律师的解说 内华达州的法律大都保护赌场的利益 赌场会让赌客轻易获取到贷款来继续下赌 但是如果赌客不还钱 内华达州的法律规定欠钱不还为刑事罪 赌场可以将赌客欠署的欠条 移交给检察官办公室处理 检察官办公室会在全美的犯罪信息中心放置通缉令 被通缉的赌场债务人 必须偿还所有的债务才能取消通缉令 否则会被引渡到内华达州接受刑事起诉 因而前往赌城的民众应注意 一赌博一定要有节制 不要随便签欠条或借钱赌博 二如果欠赌场的钱应尽快与赌场协商解决欠债的问题 宣布破产并无法解决欠赌场的债务 三如果拖欠的时间较长 很可能赌场已将债务问题交付检察官处理 在出国前应向刑事律师查询是否有通缉令 四如果在入境时因为赌场通缉令而被警方扣住 应尽快与刑事律师联络 与检方协商撤销通缉令 避免被引渡到内华达州 五在偿还欠款后 要确定刑事案件已被撤销 以免影响将来的移民身份 如何避免法律问题的困扰 在美国生活 你除了要了解美国的法律并合理的运用 还要学会一些避免法律问题困扰的知识和技巧 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笔者自1987年来美留学 曾做了近10年的记者 18年的律师 处理了上万宗案件 综合一些心得 提供以下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 了解并遵守美国法律 绝不能知法犯法 更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如醉酒驾车 闯红灯 体罚小孩等 即使警察没有发现 由于美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很强 他们看到你有这些违法行为时 很可能会举报 例如许多华裔夫妻吵架 甚至大打出手的家庭暴力案件 举报人很可能是美国邻居或路人 学校的教职员 医院的医务人员 在怀疑受伤人被家暴或虐待时 都必须依法举报 二 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 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风险 你在采取最后行动前 最好向律师咨询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 三 运用常识或常理来做决定 常识或常理可以使你了解到 什么是合理的 什么是不合理的 比如华文媒体经常会登 邮局招聘职员的广告 如果按常理找邮局的工作 直接去邮局询问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找中间的公司 这类的广告大多是骗局 让民众支付大笔费用 得到的咨询和邮局提供的数据 并无两样 四 在商谈重要合约时 一定要有书面签字 中国人有个习惯 大家谈业务时混得很熟 称兄道弟 谈合作时一拍胸脯 保证没问题 但是在美国 一定要按法律程序办事 先小人后君子 合约上签字后 才按合约的条款办事 特别是重大的工程 或买卖的合约更是如此 一旦签了字 就要依照合约形式 如果不懂英文合约 在签字前 你最好找一位 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及律师 帮忙把关 五 购买足够的保险 在美国 保险被认为是一张安全网 儿童 医疗 住房和汽车 都要有保险 许多中国新移民 在刚买车时 都觉得汽车保险太贵 不愿意买 结果发生交通意外时 倘若是自己的错 不仅要赔偿别人的损失 还因为自己 没有购买保险 而被警察开发单 即使是对方的错 也因为自己没有保险 而得不到全部的赔偿 如果你开餐馆 却没有购买商业责任保险 万一客人吃到骨头 或员工工作受伤 而要求餐馆赔偿 你的餐馆生意 就可能做不下去了 购买必要的保险 才能降低风险 六 要发扬中国人 勤俭持家的好传统 不能滥用自己的信用 虽然美国是一个 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国家 信用卡给民众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方便 如果你要记住 羊毛出在羊身上 开始使用信用卡时 很可能有种种优惠 但是后来利息可能会很高 因此你要格外小心 七 切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些中国新移民 来到美国后 有过被骗的经历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往往产生了 以前我被骗过 现在要在别人身上 捞一把来补偿的想法 因此用以前自己被骗的手法 来骗更新的移民 这样形成的恶性循环 使骗案永无休止地 在中国人社区发声 从而让美国主流社会 及执法机构都产生 为何中国人总在骗中国人的迷思 只有我们中国人 自己改变观念 以身作则 在说骗后 积极教育中国新移民 帮助他们避免重蹈覆辙 才能根除 中国人骗中国人的问题 八 千万不要与执法人员争执 好汉不吃眼前亏 才能保住你的命 就算警察没有道理 也不要与其争执 争执会造成警方的误解 由于美国宪法赋予民众持枪的权力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警察必须假定 他所遇到的每一位民众 都可能是持枪的危险人物 在现场 如果不服从警察的指挥 你可能会被误认为为危险人物 一旦举动可疑 警察很可能会先发制人 为自己的安全而涉及你的要害 同时 为了避免将来的民事左赔 他们会先给你定上某种罪名 以防备你状告他 因此当警察拦下你询问时 你要冷静 听从警察的指挥 警察执法不当 也应在法庭上解决 9.不要不理会国税局 在美国不报税是违法行为 即使你或你的公司宣布破产 国税局也同样会追上来 获得绿卡的民众 更要按张报税 否则你的花旗梦可能因此破碎 10.兔子不吃窝边草 不要在本公司内吃豆腐 据统计 发生在公司内部的骚扰案件 有上升的趋势 如在公司内随便讲一个黄色笑话 你就有可能被同事指控性骚扰 性骚扰是美国员工 告雇主最常见的理由 11.要承担对自己子女的责任 美国对拖欠自己子女 赡养费的案子越来越重视 这不仅涉及民事官司 也牵涉到刑事案 生父和生母对未满18岁的子女 必须承担共同责任 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自己的责任 检察官可以以刑事罪进行起诉 若结果将影响当事人取得相关的 专业执照及移民身份 12.应避免做合伙生意 这类事件的教训太多 如果生意赚钱 双方可能在分钱方面出现问题 如果生意不赚钱 双方在责任的承担方面又会发生冲突 假如你坚持要合伙做生意 一定要先小人后君子签署合约 列明各自的责任及分成 13.未与筹谋 应该对自己的遗产做出预先的安排 遗产往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这是中国人所忌讳的 但是在美国 如果遗产不做事件的规划 在当事人过时后 政府可能会通过税收的方式 拿走很大一部分 也会引发子女间 为争取遗产所产生的法律问题 邓宏律师的忠告 运用常识识别投资骗局 离在中国人所区经常遇见的是投资骗案 骗子经常会在华文分类广告中 做出诸多的承诺 如承诺投资不仅可以保本 而且投资报酬率高达25% 银行定期存款最高的利息也不到5% 何来25%给你 另有些投资公司知道一些中国新移民 急于找工作 便招聘中国新移民 刚开始给他们高额的薪资 同时不断给这些新员工施加压力 让职员们拉他们的亲友投资 亲友的资金往往就在几个月内被投资公司输掉 这些人明知道这是违反常理的 但是由于贪心而放松警惕 最后上当受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